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志伟 关丽杰 王金 院琼丹 林子聪等演艺界有人出席 共同追忆达叔生前的点滴 这期直播特辑无可比拟的演艺态斗 永远怀念吴梦达在买对堆上可看 吴梦达离世后 大半个演艺圈明星都在社交平台发布动态 免还这位用一生带给观众快乐和思考的喜剧艺术家 通过大家的描述 使观众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吴梦达的一生 他的谦逊 敬业和慈爱影响了太多的后备演员 这些资深艺人们在节目现场 讲述了吴梦达生前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包括对外界的一些不实报道进行了辟谣 作为曾经合作过许多次的院琼丹 提及到吴梦达还是忍不住眼红红 院琼丹自言从吴梦达的身上 学到了如何与别人相处以及懂得如何相互尊重 面对一百个不合理的时候他并没有怨言 而是会用习笑怒骂或者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去转移这些不好的事情 从吴梦达化癌到去世 一直都是三师兄天启文对外公开他的消息 作为整件事情的见证者 天启文在现场更是自责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探望达哥 天启文讲到这些的时候忍不住哽咽 并爆出吴梦达临终时的状态 他说直到他走的那一刻才瞪大眼睛有了反应 然后就走了 我本可以早点去看他 但又不想那么多媒体妨碍他 又怕疫情会带病不去医院 对于吴梦达的后事安排 天启文称 达哥走得太突然现在还没有安排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在香港是有一些程序的需要时间 因此到现阶段是没有什么向外界公布的 至于短视频 平台流传的视频 都是明星们参加别人追悼会时的画面剪辑而成的 天启文还透露了吴梦达追悼会的一些细节 综合考虑不希望外地的朋友为了出席吴梦达的追悼会而隔离 希望所有的朋友用最简单的方式回忆吴梦达 刚刚柔声无限副总的曾志伟谈及到老友去世的时候 心情久久未能平复 眼泪更是禁不住流下来 曾志伟回忆了吴梦达从起初的辉煌到堕落再到复苏 最终让人折服 因为他入场从不带剧本 所有的剧本都在他的脑子里 林子聪在现场谈到了吴梦达对他的指导 同时也辟谣了吴梦达与周星驰的一些传闻 他说周星驰一直很关心吴梦达 之前拍摄《美人鱼》时 新年曾让林子聪找过达叔 让他演一个角色 但那一年达叔刚做完了心脏手术 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于是便婉言谢绝了 王金谈到吴梦达时同样感慨良多 事实上在达叔离世当天 王金就曾写下一段非常走心的话 外界都在说吴梦达和周星驰 但在他看来吴梦达与刘德华的天若友情才是最佳 凭借在电影中 角色吴梦达拿到了最佳男配角奖 此外 吴梦达的好友黄一飞 黄一山亦是录制短片怀念吴梦达 黄一飞更是眼泪婆娑 自然自己大达哥青年 白发人总黑发人 除了缅怀吴梦达之外 TVB还制作了一段吴梦达生平回顾 包括一些吴梦达生前接受访问的内容 公开包括吴梦达周润发 陆海鹏等在内第三期训练班合影 还罕见晒出吴梦达与三任配偶及子女的合照 近日香港喜剧演员吴梦达因为肝癌趋势 香港TVB特意办了一场吴梦达的追思会 现场来了许多年轻时 在影坛呵呵有名的人物 如王金 林子聪 曾志伟等等 在活动现场 大家多数都穿着纯黑的衣服出现 在海外录作时 就有很多明星聚在一起 讨论怀念演员吴梦达 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时还红了眼眶 在人都到齐后 大家整齐的坐在白色沙发上 每个人都拿着话筒 面带悲伤的主意发言 作为吴梦达生前密切接触的好友 田启文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在吴梦达动过手术后 田启文就曾经做过他发言人 向公众传递了其身体情况 同时达叔去世的消息 也是他向外界传达的 坐在沙发上 田启文头发花白 面色看起来很憔悴 他自责于自己 没有更早点时间去看望他 同时他还透露称 吴梦达在做过手术一段 一直病厌厌的 直到去世前 不久才登大双眼 此外 林子聪也在众人面前 讲述了自己和达哥的故事 在他看来 吴梦达是自己的恩师 教会了许多他演技方面的知识 他一直心存感激 网友们看到这些演员们 发表对达叔的怀念 难免感慨 因为他们也都曾经有过年轻的时候 曾经的他们也是风华正茂 只是时光催人了 还有网友动情的评论称 现在的我们已经到了 要和很多人说再见的年纪了 看到自己曾买的蝶片中 那些喜欢的明星 逐渐离开视野 心中真的很不是滋味 吴梦达生前发布的最后一条 公众社交账号中的动态 是转发了护洗手的动态 并且称自己是中国人 他也因此获得了人民日报的称赞 称他是永远的爱国主角 同时 吴梦达发表的最后一篇朋友圈 是三个字 早上好 外加好几个拥抱的表情 这不禁感染了很多网友 称达叔非常的正能量 作为曾经香港影视圈的黄金配角 吴梦达和周星驰是当仁不让的黄金搭档 他们合作的电影《少林足球》 是许多90后童年时期的珍贵回忆 在两人的年纪越发大了后 周星驰也转型成为了导演 他们的合作越来越少 而吴梦达也逐渐因为身体原因 淡出了影视剧的圈子 有网友爆料称 周星驰在拍摄电影《美人鱼》时 曾经想过邀请自己 长久以来的合作伙伴吴梦达 但是当时对方身体抱恙 这次合作也因此没能继续 这也成为了很多周星驰 吴梦达粉丝心中的遗憾 在身体好了一些后 吴梦达选择继续在影视剧行业中 发光发热 参演了电影《流浪地球》 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打破了很多人 对他只能演喜剧的固有印象 他饰演的汉子昂 也成为了一个有些悲情的角色 赚取了很多观众的眼泪 四人一去 达叔的美好品质 会一直流传下来 跟影视剧的后背一起敌 怀着美好心念 创造出更多好作品 据了解 达叔先后和三任太太 育有五名子女 1996年和侯山雁奉女成婚 婚后有一子一女 女儿吴楚妮 大约256岁 儿子吴伟伦 年仅18岁 达叔盛前曾表示 他对所有子女一视同仁 大的孩子已受到照顾 房子什么都有 小的需要特别关照 因此才会给予 现任太太一半的财产 之前网上曾传出 由于吴梦达突然病逝 他留下的数千万遗产 遭遇家人哄抢 由于去世的突然 所以并没有立下遗嘱 不过该传闻被吴梦达 生前好友田启文所否认 外界说吴梦达 家人分遗产的传闻是假的 早在七年前 吴梦达因为心脏病进医院 那时就以为自己出不来 所以当时就立好遗嘱了 根据资料所得 吴梦达的三任妻子 颜值都不低 他的追思会上 曝光了他和第一任妻子 以及一对双胞胎女儿 婴儿时期的照片 第一任妻子麦莉莉 是圈外人 很有气质 他陪伴了吴梦达18年 陪他度过了一段低潮期 双胞胎女儿也十分可爱 据透露 达说的身后室安排 是由现任妻子侯山燕 和儿女一起来负责 另外 他的第一任太太的两个女儿 初会一起参与进来 第二任太太卢绍茨 目前没有传出消息 而提到丧礼问题 达说的好友 田启文表示 会成立至丧委员会 但现阶段未有事可公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